今年7月7号是七七事变76周年 一些抗战老兵和他们的后代 在北京呼吁还原历史真相和抗战真相 原因是中共对大陆民众几十年的洗脑宣传 刻意丑化国民党的军人形象 抹杀他们在抗战中的攻击 7月3月以来 大陆华北南部 黄淮 江淮 四川盆地 江南西北部 贵州北部以及西北地区东南部出现大暴雨 中国大陆民政部今天公布 暴雨已经造成21省市区600多万人受灾 33人遇难 14人失踪 在乌侃事件中说出 今晚媒体信得过母猪都会上述的 中国共产党善委市委前书记郑雁雄 近日被发现 承认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引起部分大陆网友议论纷纷 中国大陆河南省地质博物馆表示 汝阳云梦山区发现的恐龙 是中原地区首次发现的白鹅记 长脖子西角类恐龙 专家把这个新属种命名为汝阳云梦龙 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中原地区首次发现的外交 资云梦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